今天又來到了竹北 每次都覺得竹北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區域 為什麼 因為房地產的動能非常強勁 那個漲是這樣漲上去 所以我們也很想了解房地產在竹北的一個狀況 那既然要了解 當然要請在地在地熟悉的 就是我們的小鎮 小鎮 這是 新朋友小田 新朋友小田 你們兩個今天穿這樣是要去 今天是要去 娶老婆是不是 要結婚 沒有 有今天的物件可以分享是不是 對啊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屬於什麼地方 什麼區域 成功 成功商圈 這個地方其實我以前很常來 尤其是那一間自助餐 美美自助餐 它的雞腿飯真的不錯吃 等一下晚餐可以去品嘗一下 然後這邊因為 它屬於這個區域最熱鬧的區域之一 就是那邊有全聯 有沒有 那邊有一家益克萊 然後全家 圓百 還有百元禮法 我都去那一間 後面有影城 後面還有影城是不是 那個影城是什麼 龍翔影城 龍翔影城 裡面有美食街 裡面還有美食街 所以是最新的 那沒有好好的介紹一下怎麼行 那我們就直接走囉 好 一客來生鮮超市 所以這個商圈等於有至少兩家超市 對 兩家超市 這條街就兩間了 對 一百公尺就有兩間 所以小田你本身是在地人 對 我就是六家人 六家 對 六家不是就是那個高鐵嗎 接近高鐵那邊 六家所以你是客家人 對客家人 最近在看茶巾 學了幾個 我最喜歡吃你們客家的吉巴 我們車很麻糬 對 客家吉巴 我不太會講 你不太會講客家話 真是的 回去看一下那個電影 那個電視劇 還不錯看 所以這一區等於說 目前看起來是非常的熱鬧 最熱鬧區 前面就光明六路那一段 你看現在平日 那現在的車流就知道 這一區是 平日的車流就這樣喔 這是繞區喔 那我們那房子到底在哪裡啊 我們這個右手邊 這邊要好走走走 所以小天 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房子 是屬於大樓型的 還是透天的 大樓 大樓的喔 社區大樓 可是你們縣 這裡屬於縣二特區對不對 對對對 縣二跟縣三 現在價錢喔 真的是限量版的 有夠貴的 是不是 那今天這個物件不會是 這個也是限量版的吧 沒有沒有 我們社區 這個物件也是算稀有 也算稀有 那一定很貴啊 對不對 這一區就是鬧區 鬧區 所以你一定說地點好地段好 價格自然而然就必須高 是不是 價格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區 整體的整個規劃 它的機能非常好 然後走出去就直接是 原本 原本 遠東百貨 影城 然後又是直接上高速公路很近 對 還有這麼好的地段 是不是 那到底是不是在哪裡啊 在前面是不是 前面這個看來 到了這個社區了 喔 這區域就是剛剛跟大家講 你看下來就7-11 然後都是一些感覺很高大上的房子 都是大樓 以在地的人來看的話 這個區域是不是 你們心目中最熱鬧的區域 當然 還不錯對不對 圓柏區就是我們現在珠貝的 鬧曲最熱鬧的區域 我們小田第一次上鏡頭會害羞 有點害羞 會擔心喔 所以我們這一樣 感覺這也是一個蠻高級的社區 公社應該也是不能拍 所以我們還是為了避免爭議 我們公社就不拍 直接到線上面去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走 你窗外的景色景觀就完全看不到 我當時買這個房子 就是為了這面景 這樣子看我沒有覺得特別暗 還是你更沒貼 其實太陽照下來的話 你到時候你去摸你的地板 或是摸你的家具 應該是沒有溫度的 它會比較涼 對 那本來如果照下來 這個地方會 地板會溫溫的啊 溫熱熱的 木頭就是很怕曬 曬了以後這個可能會變形或退色 這個烤漆的面板如果說長期這樣曬 因為陽光是從這邊曬過來 所以我只要坐在這邊 我根本沒辦法看電視 感覺就是變成那種茶色玻璃有沒有 有豪宅的Feel 剛有人來看房子是不是 剛剛超好笑 我們一開門隔壁的鄰居就說 可不可以看一下 這房子一進來 超級通透的有沒有看到 哇 看出去 採光非常棒 它這不是落地窗 但是它直接落地耶 它這沒辦法開著 但是直接落地 所以呢 我們這邊放一個沙發 你看出去直接 哇 超級讚的 然後它這個客廳呢 非常的大 欸 你們兩個這樣子 站在這邊 欸 很尷尬是不是 不會啦 這有什麼好尷尬 然後我們陽台看出來 是這個樣 哇 這樣子 繞一圈給大家看 喔 這是像永久視野 喔 永久洞聚 欸 那邊怎麼好像在蓋什麼東西 那邊就是隱城 隱城啊 喔 剛講龍翔隱城 裡面還有美食街 美食街 所以算是一個商場 對 走路不用一分鐘就到 不用一分鐘就到 然後下面有很多的 店啊 比如說像 像那個Blaunch 喔 早午茶啦 然後有一些 早餐店 有一些吃的 欸 所以吃喝玩樂 這一區都有 然後你看它這個陽台 我最近看了很多 那種電視劇啊 他們有一些 就在這邊 然後坐著 然後看下面的路人 哇 就是你這個房子 就對了啦 嘿嘿 欸 所以這是幾個房間啊 五房 五房 真的假 像五房的 好 我們先來看廚房 哇 你看這廚房 很寬敞 而且這屋齡幾年 十六年 十六年怎麼看起來跟新的一樣 這前屋主沒有在用是不是 喔 欸 這個配的是Sakura的三機 櫻花的三機 欸 看一下 欸 幾乎是新的欸 真的沒在用 維護得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這樣走過來 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房間 它這個房間 呃 對外也是幾乎是全部做落地式的一個窗戶 喔 雙面採光 所以 欸 這個採光非常好欸 這一間 喔 然後我們再往 一樓有幾個房間 兩個 兩個房間 另外一個房間在這裡 欸 這一個就屬於 呃 他的後陽台 所以這邊是客房 喔 客房 塞一陽台 塞一陽就工作陽台的部分 喔 然後客房 欸 這個還有一支 這個電話 欸 好像是在這裡辦公 是不是 以前這個屋主租人家當工作室 是不是 喔 還是房子太大 他有自己內線 而且他這邊是規劃書房 喔 書房的部分 喔 所以這個是 欸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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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啊 浴室也太大間了 還分兩邊欸 這像不像那個飯店式的 飯店在這裡 浴室在這邊 而且浴室超級大 呃 雖然沒有做太多的 那種新 新 新式的那種 有一點 配件很多 但是 到時候你搬進來 自己裝也可以 樓上那一間 還有 他的 所以這裡還有樓上喔 唉唷 樓中樓的 走走走 我們去上面看一下 喔 上來上來 所以樓上有幾個房間 三間 三間房間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間 喔 這一間就剛剛 呃 樓下那一間客房的上面 對 齁 那他對外 一樣是 有 呃 很透徹 很透亮的一個窗戶啦 這個陽光剛好 灑進來的感覺很好 非常溫暖 喔 欸 我們來看這一間 喔 這是什麼房間 太大 這韻律教室 是不是 這也太大了吧 這韻律教室等級了 主臥室 主臥室 齁 然後他這個格局超大 這麼大間 欸 你看 欸 欸 小站 很回音欸 對不對 然後看過來 喔 一樣是看出去 是這個景觀 所以還有一間對不對 第一次看到 這麼大的房子 這間就比較小間一點 可是他有一個 麒麟的空間 喔 這邊 這裡還有一面 這個復古的鏡子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都有對外窗 都有對外窗 雙面的對外窗啦 開窗 喔 所以還有一個廁所 所以 一層樓有一個廁所 但他廁所都很大間 這 這不知道在大什麼的 怎麼這麼大間 哈哈 喔 有一個浴缸 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 哇欸欸欸欸 哇你們兩兄弟是不是 都是在地人對不對 對 在地 在地 這個小田 在地小鎮 小田沒錯吧 對對對 姓田的欸 我以前追過一個女生 也姓田 哈哈哈哈 到處都有追過的女生 是怎樣 唉唷 不錯喔欸 我那年代 那我們剛剛 已經把這周圍 大概稍微繞過一次 這地方屬於縣二特區 對 縣二就是現在 呃 族北最熱的區域之一 那個金山腳 金山腳 那是怎麼會砸拚嗎 陰塵 喔陰塵 圓柏 圓柏 現在這個工程師這個籃球比賽 喔 就在我們體育館 喔 體育館 喔 所以他等於是 體育館 陰塵 還有那個 圓柏 三個 三不管地帶 就在這裡 剛好這裡 三個地方都很近 超級讚 然後 這個區域 因為他的機能 大概是整個 竹北重化區域 最好的區域之一 對 這個 這個下面 你要吃什麼都有 走路五分鐘內 都可以到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 聽你們 竹北 最近那個價格 真的是漲得無法無天 這個 這個要買到 像剛剛這個 有五間房間 好像還不容易 而且 你要買到五間房間 也是有 比較消費的起 但是要 買到海邊去了 不然就買到山上去了 那這個 又在市中心 又是五間房間 然後又是這種 大樓有公設的 我看應該是 望屋莫及 這個 總共平數是多少 平數是34 34點多 對 34平多 但是可以使用五間房間 然後 就是 以這邊的這個行情 看起來 這個 高來高去的 據說縣山 目前已經有成交到 六七十萬一坪 那我們這一個 大概要多少錢 我們這一間是兩千內 一七九八 一七九八 欸 我上次 小正不要帶我去看的 都是那種 三開頭或四開頭 終於看到一開頭了 感謝你 那邊 現在那邊兩房 四面十七品 這裡賣到一千八百多 兩房賣一千八百多 現在我們要在竹北生活 還真是不容易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個空間的需求 家裡的人丁比較 要逛一點 比較會深一點 其實這個房子 可以有五房的使用空間 然後他又在這麼 機能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未來的發展潛力 也非常好 比如說那邊有影城 然後圓百也即將開幕了 然後旁邊有一個 很大的體育園區 這區域其實是非常好的地段 然後離高鐵站 圓還有科學園區 也非常近 過個橋就到科學園區了 那朋友來 招待他去洗來燈 旁邊也有 唉唷真的什麼都有 那如果是預算有限 沒辦法去買那些 比較新的城屋呢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物件 非常適合大家 大家如果說有興趣 可以跟這個小田聯絡 小田的這個聯絡方式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新竹 不管是什麼區域 竹北 竹南 竹東 竹什麼的都可以 就是在新竹周遭的 聽說一個叫華興重劃區 好像最近也蠻熱門的 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你的買房心得 還有裝修的心得 那如果說你是要脫壽的 也歡迎指定這個小田 因為他是在地人 在地的對家比較了解 你聽得懂嗎 只是客家話不會講 去練一下 客家的市場很大 那我們感謝這個小鎮的介紹 然後感謝小田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歡迎大家 一起來跟我聯絡 然後一起來分享你的房子 一起來真心話不冒險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放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常年關閉 智能除濕機 功率只有65瓦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 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除濕機的比較大的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 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 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沒關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